舞蹈跟音樂是我生活中 療癒我自己的一件事情 我叫丁丁 擅長爵士 然後有融合一點HIPHOP 我喜歡用中文去融合街舞 就是希望我們在台灣 我們聽中文的音樂 然後我們也可以跟嘻哈結合街舞 在編排上面我會建議 要多一點的起承轉合 大家把情感面 把表演的東西都講好 比較細節的去拆解歌詞裡面的意思 我這一次在這個比賽裡面是擔任評審 希望可以看到很棒的創意 盡情的去發揮他們想到的東西 在頭腦裡面想的東西 都用做的做出來 用跳的跳出來 除了技巧以外 我一定會非常注重 在舞台上面的表現力跟魅力 這個是會帶動你的作品的氣氛 然後跟有沒有把你的能量 分享給台下的人 其實我會希望他們的音樂 可以有很大的挑戰跟嘗試 那我也希望參賽者 他們也可以用一些比較抒情 或者是有故事的去套路 或者是去呈現 這是一個比賽 他雖然有分組啊什麼的 但是畢竟他還是一個團體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很信任彼此的隊友 這樣才有辦法做一個很好的作品 其實我覺得學習舞蹈 他其實就跟生活是一樣的 息息相關的 舉例來說 當你在學習一個舞步 你可能會遇到困難 你可能會有一些挫折 可能大家還沒有找到自己的定位 趁這一段時間可以學習多一點 或者是跟朋友們之間多接觸一些 在這之中你可以有更多認識自己的方法 你在一個街舞的環境裡面一定會遇到很多人 然後你會遇到一些挑戰 可能對於你未來工作 不管你做什麼樣的工作 這些東西其實跟我們的人格養成 或者是我們的個性的養成 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想要告訴所有的參賽者們 拿出百分之兩千的自信 努力的挑戰 加油